你說剛才我提到的 其實在外面的搶分店 其實都不難做得到 不然有很多 不過最過癮的就是 他們只花了一張百元 一百元 一百元 是的 你有沒有 我現在就撕開了第一層 原來還有一層 會不會有二十多層 撕完最後只有一粒提子乾 正確來是由三層組成 一層厚的第二層 適合你第三層的這一棟 頭有幫我剪掉 是的 很想為我這部門是非常 Hello 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星期六 現在早上九點都未夠 我們所在位置 早几天我们没见过里面那种果 这个就是他的穴 想不到在黄埔菇港还没见过 我们现在还没吃早餐 先去找个地方吃早餐 即是那些云吞面档、腸粉档 因为今天比较早 所以路边阿姨摆档、卖菜 还没开始,只有剩下几档 应该吃个腸粉 看看阿姨的腸粉很棒 不如我们去吃腸粉吧 我们去找食物就是这样 看看阿姨吃什么 就知道哪样好 腸粉档,在这里 是不是这里 这里的鸡蛋腸是5元 行不行 再多走两间 其实话说是这样 在前面还有一间喝茶的地方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没理由来喝茶的 前面还有一档吃拉腸粉的 不知道开档的味道 我暂时看见就不觉得 走了 不要理他了 趁现在不太多人 我们过去吃了东西 这个拉腸粉都开了 原来这个已经开了档 我们就试试坐在那个位置 座椅也有了 我们就坐下了 一碟小肋腸 一碗牛腩面 这种街坊食堂 就是我们之外 就是这种环境 坐在街边吃的 很多街坊在这里吃早餐 阿叔在后边拉腸粉 这里还有一个石磨 上一次我们来 不过那时应该是去年11月左右 来拍摄过 又是坐在这个位置 真是巧 当时还有一个猫咪在上面玩 不过当时 因为是冬天 就没有这种东西了 没吃过吗? 没吃过 总之买一斤 先回去吧 这个是凤眼果的壳 不大碗 凤眼果的壳 原来里面黏上去 是很黏手的 外面是好像柔子 真是搞笑 是的 等一下我们去买 这个就是我们的牛腩面 面 就是这种叫做波纹面底 不是那种 竹星面 牛腩 多到13元 第二份 就是我们称的 腸粉 很传统的做法 感觉里面好像没有放生菜 还有它上面的油 是炸过蒜头的油 特别香的 至于我 就试试面 再说了 这间店我们已经来过一次了 是好吃的 所以才回头来的 刚才那个拉肠粉都可以 但那里就只有拉肠粉 这边呢 如果再適点 就是煲仔饭 不贵 20元 一个 刚才我试过一口面 面 真是刚才所说的 波纹蛋面 爽口那种 像什么呢 像公仔面的口感 牛腩 就没试过 不过呢 有个地方大家要看一下 哇 多漂亮 嗯 炆得很软 炆得很软 它是这种碎腩 炆得够软 因为这种碎腩 如果你炆得软 像这一块 哇 摄了牙齿 好拿命的 绝对没有这种情况 嗯 但是呢 就不算很肥 肥的部位置 好像这一块 他们这边呢 还有配辣椒油 有多少少少 试一下 放在旁边 暂时看上去 家庭式制作 不算很薄很薄那种 但吃下去呢 就真的有米味 它下面的肉 就不算很肉碎那种肉 不过都不是一片片肉片 我很怕用那种肉片 鸡肉碎好吃 但就不算 达得在那些 腸粉里面很多 是有一点点的 散出来的 然后呢 混住一口 腸粉 瘦肉 里面还有葱 一起等 特别过瘾 你说刚才我说的那些呢 其实在外边 那些 腸粉店 其实都不难做得到 不如有很多 不过 最过瘾 就是他们这里的 豉油 严格来说 不叫豉油 应该是他们的油 里面呢 刚才都和大家说过 是有蒜香味的 那种蒜香油的味 一放进口 不算很厉害的 若忍若愿 那种感觉 嗯 我们吃饱饱了 刚才发生了一件小趣事 话说其实这里是广州 现在呢 因为广州的旅游业 始终因为疫情影响 没有以前那么好 推出了很多本地团 刚才我老婆 就碰到她一些朋友 那些朋友报了本地团 五百多元 白天鹅住一晚 再在广州继续游 另外一个店 就是黄布谷说 哎呀 有多过瘾 他们很早来 是啊 但就很早来 我们都算早 现在9.3个字 由于呢 实在太早了 很多档口都未开 不如过去岸边 水边那里看看吧 我们是想买花生糖的 但未开门 晚一点点 那又跟大家讲讲故事 原先我们计划今天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就去潘虞石基村 石基村那里有个虚 游去看看虚的虚 这么过瘾 手来电话按 手到行 一手都输入了 石基 走一出发 一路走都没问题 去到后段 我觉得为何不太对路 为何走到这边呢 然后一醒起 原来我搜了黄埔古港 黄埔古港这里 都是叫石基路 当然了 读音是一样 和石基村其实是两回事 石基的基字 下面是有一个石头的石 而这里是个土字底 既然是这样 错有错着 又来黄埔古港行行行行 因为我们都很久没有来过 而且还有另外一点 比较重要的 女儿今天去爬周 看漫画展 女儿其实都在附近 或者我们走完黄埔古港 再去其他地方 慢慢玩 因为那些小食店 全部都没开门 我们往前边走过去 前边有些村民 医 拿些菜 瓜果出来卖 对的 我们过去看看 对的 这些的样子生得古灵精怪奇奇 香水柠檬 这种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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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柠檬来的 还是青柠檬来的 又可以叫青柠檬 可惜阿姨不知去了哪 等他回头买 还有咸鱼 真的很香 我过了才闻到 好像去了泰国那种味 是的 没错 还有曬干了的木棉花 咸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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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些 这种叫什么 我真的不懂 要打着气 养着的 如果不打气 看法它都不太放得了 最后还有木瓜 很爽的 好啊好啊 要10元 10元就够了 我一斤 一斤 多少斤 一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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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这张只有一张八块钱 一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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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这张也是一百块钱 我没有带十块钱 只有几块钱 你看看有没有 有 有 你看看有没有 你看看有没有 全给你 我没有 我又抄 好 你做个二维码 有的 不是他 是儿子 哦 不要这么说 要提出来要手续费 要手续费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要找 爆口才熟 是吗 是啊 它不爆口是青色的 你真是不懂 它有些青色 青色出来 就是黄色的 它里面就 好像鸡蛋 是鸡蛋 是鸡蛋 就是鸡蛋 就是鸡蛋 咬的鸡蛋 也这么多年 吃鸡蛋 下来都不止 这些就不想吃 哇 买了一大袋 的鳳懒果 一年不多 有得吃的 阿姨自己还是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 前面 前面有地方坐下 我们试试它 我真的不懂 老婆就懂 原来是可以现食的 原来 原先的状态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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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的状态就是包含的 它就不会裂开 然后果子熟了 就会裂开 熟了它就开始裂开 它会变红 然后这个呢 就这样整颗等到口 当然不是 不是的 要剁皮的 那不是很多功夫 很难剁的 这个皮 我说不可以早几天 阿姨 她说很难剁的 煮熟了就好 而且我现在摸到 是粒手的 刚才阿姨好像有被些 剁开了 不熟的 有一样有不熟的 这粒不熟的 这粒不熟 这粒 这粒就叫不熟的 里面是软的 里面是透明白色的 我剁开的 你剁开的 这种是水来的 这种状态就不能吃了 是呀 你就是吃黑色的 我找粒黑色出来 慢慢剁掉它 是吧 就这粒 黑色和黄色 硬的就可以了 硬的 先按一下 好像这粒荔枝核 不,你要从这个头上剁开 我现在就剁开了第一层 原来还有一层 会不会有二十多层 在里面剁完 最后只有一粒 葡萄皮 正确来说 由三层组成 一层厚的 第二层就对 第三层的这个 里面那些就可以吃了 三层皮 我出行你慢慢剁一下 终于剁到牙咬 又手剁 是真的 我是说真的 是用牙咬和手剁的 只不过我免得拿牙咬给大家看 慢慢剁开 可以看到里面 感觉上好像风率 那样的颜色 煲熟了也是风率 煲熟了也是风率 是吧 这里有一层的了 里面是爽的 现在就 我看观众说 怎样曬干了 玩弹 弹什么波子 不是 没有这个玩法 是吗 就是这样煲熟 就变成鸡蛋 好像鸡蛋 现在吃的是爽的 爽爽 少少甜 哇 真是大功夫 整粒鸡蛋 咬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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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哇 爽的 很硬 是这样 煲熟它就软了 硬得好像不太合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它因为这种水果 水分不多 就是爽的 那种爽法 有点像肚子那种爽法 比肚子 更爽 但是它只要煲熟了之后 它就好像一粒蜂蜜 那样 其实跟蜂蜜的感觉 是很像的 蜂蜜去生的时候 不煲熟都是爽的 一煲熟了 它就蜂蜜 那样 我想煮熟应该会好吃 煲熟就好吃些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未熟的 它熟就是 未熟的 连裂都不裂开 熟了它 熟了它 一路爆开 甚至乎爆到它 跌到地下 这粒都可以吃 这粒 即使未熟 它里面是硬的 就行了 硬的 这粒都可以吃 这粒都可以吃 试过味道 我觉得煮熟会好些 今天天气炎热 但在这里 无遮无掩 極远处才看到 有些高楼大厦 风吹起来 超级超级舒服 而将镜头往右转 其实这里就是 黄埔古港的码头 不是码头 是博物馆 因为我已经和大家 进去三次了 我真的不再进去 至于面前 就是村民在做运动 跳广场舞 正好 比开空调 至于这里 是这样的 有些市民在钓鞭棋 下面 可能我摄影机 拍不到 是真的很多鞭棋 没有一条绳子 是钓得到的 这边 话说我们面前 就是黄埔古港的位置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但是这里仍然有渡轮 对面 我们经常在床 不知一元还是五毫 挺过瘾的 另外 当时还看到 有个小狗在洗浴 大金屋 也不叫狗 在下边洗浴 上到来 老板就在这里 用减液 和洗身 时至今天 已经整理了安全篮 不让人过去对面 这边 也会有一些 农民 阿姨在这里 曬一下果 这样 前面这个 是毛花果 后面 就是泥脂 还有一些 鱼 鱼肝 凤鱼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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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过了 现在差不多 10点 很多店铺 越来越多 开档 我们走出去 买一些 花生糖 吃一下 每一次来这里 我们都会买花生糖 老鼠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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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熬汤还是炒 还是什么 熬汤还是什么 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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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没见过 这些 以前很多都会买 这些都会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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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又怎么买 这些又怎么买 5块鱼 5块鱼 用1斤吗 没有 1斤1份 他现在1份 小鱼1份 不是 算得好行 没所谓 20块鱼1斤 是啊 市场那些 现在今天不见有种 有种 有种 就是买种 买种 买种 早餐就吃了 是 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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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种 牛肉帮我封锁 是啊 没所谓 我们做人 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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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没办法 刚才在叔叔买了竹蔗,回家煲水 很甜的,有几位阿姨后来都说 我们经常来这里买,每次都是回来找这个叔叔买 特别甜的,两元斤,整大袋 收了我四元,叔叔还要慢慢批 看见叔叔,令我们很不好意思 但叔叔的人生态度很乐观 过得一日开心,一日多好,不错 接下来我们就会去买花生糖 希望应该开门,如果没有开门就算了 做花生糖的档口已经开了 你要再热,这里死就行 还热的 是吗,花生糖的 这些好吃点 这些好吃点 有什么区别 这些是甜点薄点 那些是甜点薄点 我炒了一会儿再做下去 吃就反而这一只吗 是,下面那包吧 那包不脆 我想要这些薄一点 薄一点又可以 甜点没所谓 100元一包 不用吃吗? 好 有丸有脆的 15元一斤 是,可以试试吧 这盒 有盐的 有生生盐的 是烤的 黑核素 你看这些肉烤不烤就行了 哇,很多料 够了很多料 够了很多料 是的 老板说,刚才炒的花生糖 挺厉害的 即是 你叫我弄 弄不到 要很浪费力的 花生多个糖 因为现在那些人吃东西是太甜的 所以他就调整一下配方 糖就少一点 花生就多一点 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自己就喜欢吃甜一点 是的 你吃少几个都可以 你吃完都不行 好人都吃死了 是吧 吃少一点 甜一点 吃3元 给我带3公斤 小子 菠菜 很便宜 很价钱 选费 选费 这个 选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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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芒果真是准备 不值钱,那些是值钱 就是不值钱 你一棵买一班人送的 自己种的 那种芒果很少 这些最少的绿花也有 说着不买,又买了芒果 真是满载而归 通常我们来这里都会选择当地农民种的 在外面拿货,没必要在这里买 而且我不懂得看,老婆也不懂得看 一看芒果的外表不太漂亮 你就知道它是当地农民自己种的 我们早上黄报古港半日游 也结束了,满载而归 邀请各位观众,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